好 這種癌很難發現 而且很罕見 十二指腸癌 46歲的家庭主婦 他說上腹痛去找醫師看診 你發現說 哇 十二指腸三顆腫瘤 其中一顆兩公分 叫做高度分化不良 後來他怎麼處理的 是 那這個病人呢 他是因為上腹痛來 我們幫他做胃劑的時候 發現有胃食道逆流 主要痛的原因是胃食道逆流 可是意外的發現 在這個十二指腸的地方 有三個腫瘤 一個腫瘤在這邊 這個位置差不多就是在 十二指腸頭的這個地方 然後第二個腫瘤 是在這個腫膽管入口的上面 就是這一個腫瘤 在這邊 那第三個腫瘤 在這個剛好在腫膽管的 入口的這個下面這個地方 所以這樣他有三個腫瘤 處理上是非常的棘手 因為如果要處理 傳統上我們是找外科開刀 那開刀的話 當然這三個腫瘤所在位置 都把它切下來 接下來事情就大條 腸子要跟胃要相接 所以胃要連到腸子來 我們把這個下面腸子拉上來 把它連接起來 接下來還要把這個腫膽管 把它連在這個腫子上面 做穩合 這樣膽子才有辦法下來 因為十二指腸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 這腫膽管是往這邊進來的 那宜藏呢 它的宜藝也是租到腫膽管再進來 就這邊切掉以後 宜藝也進不來了 所以宜藏也要再接到這個腫子 所以要做三大吻合手術 您有一張手板我們來看 為什麼宜藏癌跟十二指腸癌 這麼難發現 是胃脂的原因嗎 是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們胃鏡 一般就是做到這個十二指腸 這個地方 那有 因為十二指腸的這個 有些側臂 如果沒有仔細觀察 有時候會被 錯了 那尤其他有個腫瘤還在這個下面 所以我們要再伸進來一點 才能夠把這三個腫瘤全部都看到 所以十二指腸跟鬍腹很裡面 鬍腹就是在這個出口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鬍腹 像李英元大使 他長的腫瘤在這邊 所以像這個就類似像十二指腸的腫瘤 那這個case比較困難點 就是說 因為他是這高度分化異常 這高度分化異常 再走一步就是十二指腸癌 那所以呢 我們要預防 他變十二指腸癌 變成我們要動這麼大的一個手術 那這手術工程耗大 死亡率也蠻高的 所以有時候一開 為了預防癌症 結果導致死亡 這是非常不值得 那所以現在新的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做胃鏡 做胃鏡呢 就用內飾鏡的方法 把這邊切割下來 再把這邊切下來 再把這邊切下來 然後呢 可是這十二指腸壁非常的薄 我們這樣子來做內飾鏡切割 很容易就切破 還好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新的技術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組織甲把組織拉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鉗子壓下來 然後再把這個線拆掉 然後組織放掉 然後這個持針器再鬆掉 這樣子就可以用這個胃鏡 來做這個縫合 這個病人可能兩天以後 他就可以出院了 外面完全沒有傷口 抓之後呢 把這個組織拉回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行縫合囉 請老師 請老師再把持針器壓下去 關鍵性就把它縫好了 接下來把組織推開 那把這個持針器放掉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縫好第一針了 那傳統縫合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一手拿針線 另外一手呢 用持針器夾住這個針線 而後呢做縫合 那這邊可以看到從一側穿到另外一側 然後呢再用這個鑷子呢 把這個針給它夾住 然後把線拿出來 而後呢我們可以就是做一個調整的一個動作 然後呢我們就再做這個縫合 好 哇這個手非常巧 然後呢 好那老師請你做一個剪線的動作 這裡 好 那所以呢 在這縫合的時候必須要一個 肚子必須要打開 然後呢 空間要很大 同時呢 一手拿針 一手拿這個持針器 那另外呢還要助手來